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經濟部水利署署長楊維甫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水利署所開發的防災資訊服務系統 台灣地區面臨地震、颱風、洪水跟乾旱 四種天然災害裡面 兩種以上的機會的人口數高達90% 三種以上的高達73% 是全世界最容易受到天然災害威脅的國家 這些照片是我們過去幾年來 所發生的颱風所帶來的水患的一些照片 讓我們記憶猶新 也讓我們知道防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為我們在每一年的訊息 從5月1號開始 進入到我們的颱風好雨期間的這個季節 我們必須要做好防災的準備 所以在這邊要提醒我們的所有的朋友 在颱風好雨期間 準備好自身的一些防災的工具 包括防災背包 或者是你家裡有安裝防水閘門等等 這些救災的工具的時候 就要事前做好準備 隨時要掌握到颱風警報的一個訊息 收聽最新的消息 在發布颱風好雨特報的時候 不要進入到警戒區域以免發生危險 另外必要的時候 配合政府的疏散撤離措施 來減低我們傷亡 目前水利署的防災資訊服務網 能夠提供的服務包括提供氣象的資訊 提供水情的資訊 提供警戒的資訊 以及防災的知識 此外我們可以提供以即時影像的方式 讓民眾在裡面 看得到某些特定地區的一些水情的狀況 這些訊息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央氣象局 以及我們的隨時即時的一些影像 或者是一些這個記錄跟調查的資料 在我們這次蘇拉颱風過境期間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淹水警戒 包括河川警戒 包括水庫泄洪警戒 都在期間發揮了功效 這些紅色閃爍的燈號 代表某一些地區有這些情況發生 民眾只要點險進去 就可以查出來 哪些地區有淹水的可能 有哪一些河川已經超過的警戒水位 哪一些水庫正在泄洪 進入到淹水警戒的這個欄位裡面去之後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縣市 哪一些縣市有淹水的可能 在進入到第二個圖層之後 就可以看到到哪一些鄉鎮 是發生淹水的地區 所以這些資訊呢 可以讓民眾知道 我們的住家附近有沒有警戒的訊息 那目前水利署能夠提供四項 新的防災 避災的新工具 包括我們現在所提的 防災資訊服務網之外 我們開發了智慧型手機的行動水勤APP 另外一般的手機可以上網來登入門號 就可以接收到淹水的警訊 另外對於增溫水庫下游地區 在泄洪期間 我們可以對這個區域裡面的不特定人士 發送即時的警訊 讓民眾來離開這些危險地區 那除此之外在原山子分紅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最新分紅的警訊 所以這整個系統在蘇拉颱風期間 發揮了非常好的一個功能 包括民眾點選的部分 都超過了好幾萬人以上 在這邊再特別介紹一下 行動水勤APP的安裝步驟 我們點選APP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我們進到裡面去搜尋行動水勤 第三個步驟 我們點選自免費安裝的 這個free的一個欄位 接下來我們點選安裝的這個程序 整個手續完成之後 就會把我們的行動水勤APP 安裝到你的智慧型手機裡頭來 那另外對一般型手機用戶 也是只有簡單的三個步驟 首先進入到我們的水利署的 防災資訊服務網裡頭 在這個服務網裡面 你去尋找主動式的民眾淹水預警系統 再來進入到這個系統之後 把你的姓名手機號碼 以及你希望點選的三個地區的一些警訊 那這個訊息進入以後 就可以把你所點選的這些警訊資訊 在發生警戒資訊的時候 隨時可以來傳送給你 讓所有的民眾在颱風好雨期間 能夠落實自主防災 落實自助跟互助 讓我們的淹水災情生命的損失 減低到最低的程度 所以我們很希望 我們所有的民眾 都能夠進入到我們的防災資訊服務網 來得到這些最新的防災訊息 另外我們也提供了服務專線 由專人為大家來服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您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